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種番茄 現在是五月份 最好現在可以種下去 不要太遲 預備泥的時候 最重要是有三種 第一就是 石灰粉 因為過了整個冬天 泥土實在下了很多魚 很酸性的 所以我們要加入 石灰粉 然後第二就是 Compost 即是雞屎、牛屎 羊屎 放進泥土裡 不能馬上種幼苗 因為幼苗會醃死 放進去後 要等一個星期 至少要等一個星期 才可以把幼苗放進去 第三 三種番茄需要的 就是 Calsium Calsium 即是 那些 雞蛋殼 就好像我們 我現在想下的雞蛋殼 因為我已經種了差不多 整個月 我四月 四月 那時候 就已經放進去 我現在就下雞蛋殼 然後把雞蛋殼灑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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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剛才說到 就是 準備好泥土後 你偶爾把雞蛋殼灑進去 就可以了 OK 就這麼簡單 這樣 它就會快高長大 現在的 檸檬桃已經有花了 不過 還未很高 現在的 最重要就是 陽光 一天 就要有 八小時的陽光 才可以的 它才會快高長大 水分 淋多一點水 淋多一點水 尤其是果實 因為果實 是用水 來養 的 檸檬 因為它裡面是很多水分的 如果是乾水的話 檸檬 就不會生得大 裡面不會有汁 我旁邊這裡 其實還有一棵 是 當時我吃 檸檬桃 的時候 切開它 一格一格 即是滾刀法 切開它 然後就吃了 要吃 然後就放進去 放進去 這是檸檬桃 即是番薯 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它會連連出 它會越生越多 兩樣東西 檸檬桃 和檸檬 都是非常容易種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是這樣 拜拜